记者红素金台北报导 艺人黄金伦参加明示歌唱节目 台湾那么旺 台湾N-O 一号称舞池的黄金伦完全或出去 大胆挑战快歌唱跳 不过第一次练舞状况简直是惨不忍睹 不但同手同脚 抓不到节奏甚至眼睛都快涣散了 黄金伦更自曝在比赛前一天晚上星期 黄金伦本周或出去 演唱经典嗨歌你的微笑 更自告奋勇挑战快歌唱跳 不过因为这场表演 黄金伦压力直爆表 甚至爆料在比赛前一天晚上星期 他认真的说 这是真的不是开玩笑 幸好没事了 胡瓜还搞笑说 你会不会是想直接送医院急救 就不用来比赛了 至于被问及如何疏解压力 黄金伦则有独特妙招玩桌游 黄金伦对桌游是非常着迷 曾经短短10天就玩了将近100种桌游 因为玩桌游必须一直动脑 所以可以让他暂且放下其他烦恼 也因此成了桌游达人 甚至最近还开了桌游店 希望可以用自己的疏压方式打造出一个环境 提供给大家精彩节目 请记得锁定 周六晚上八点台湾那么旺 黄金伦紧张到星际 明示提供 黄金伦紧张到星际 明示提供 明示提供